妳要用這個來換青蛙 不是 那個防走勢的背包 這個 小梅請妳示範一下 這個要怎麼防走勢 這個我覺得很丟臉 我覺得這個 然後呢 然後牽著它 不會亂跑 往那邊走 往那邊走 走 走快點 走快點 趕快趕快 趕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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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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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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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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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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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因為我覺得它那個線太短了 我覺得真正需要應該是可能 你們用這個時候有沒有想到 會對別的路人不方便 對 因為線太長其實很危險 它如果亂鑽你會 別的路人會絆倒不是嗎 或是摩托車過去之後 明明是個人 然後你就覺得你到底在牽狗還是怎麼樣 就會覺得牽的時候想把臉遮住 我老公前兩天去百貨公司 他本來性衝衝的要去買這玩意兒 就剛好給他 可是因為他是女兒耶 女兒比較不會橫衝擊 可是我們那個也很皮耶 可是雖然我女兒現在只會站而已 可是因為我老公 不是 你以為他是風箏 不是 我老公很緊張 你知道嗎 你要把他丟到車上 因為我老公最近很認 就是見到一個朋友 那他朋友是兒子 然後他就說小孩子真的很可怕 真的是一秒鐘你沒有看到他 他就去危險的地方了 然後呢他的兒子就是這樣 一秒鐘沒看到他他就去爬站了 那我老公就很緊張 就未雨綢繆 就說走走走 我們趕快去買一個那個 免得女兒跌倒受傷或者是 所以買這個的話 你的注意力 就不會集中在他身上嗎 我也擔心耶 可能因為依賴他會有一點點 對 你變得更緊張 但你已經轉過去 他已經跳在一個油桶上 沒有 可是 如果他已經跳到二樓的窗外 你至少是抓住他的 你就把他扯回來就好了 他為什麼跳到二樓